噢 等一下 我有点头绪了 你有 这样 我们先在这儿 把那个门打开 那个门打开之后 把这个门关上 他们就会跑到这个笼子 跑到这个笼子之后 再把这个笼子推上来 点着这块 点着这个 一开始我以为是那种蹊跷板 蹊跷板那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也在想很多想法 因为我确实在想怎么才能拼借 然后怎么才能融到一些 我们先试一下吧 可以 就是这样 怎么变成了 因为我知道起点跟终点了 我就把这个倒推的方式 推到起点的步 但是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是一个需要大家 齐心协力地完成的游戏 所以推那个方阵还挺费力气 来吧 来吧 推吧 来 一 二 三 不要回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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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分寸掌握都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就是到后期也不是这么害怕的 因为发现很多丧生的 然后碰到你之后 然后最终绕走了 就他们也怕伤害 伤害到你 我以前看他也害怕 然后来 然后 所以人就是有感情的动物 朝夕相处呢 超过时间长了 你仿佛对他有了一种爱 就是 所以他就跑不来之后 你说怎么出来了 冷不冷 就是类似 我都没有什么害怕的 我就是觉得 这帮人 如果我们老解不开 就会反复地让他们要点点眼 就觉得大家要彼此关心就是这样 现在那红的 我就说现在那红的 一 二 三 怎么有个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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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伟直接给拎回去了 我跟你说所有的东西就是国伟给面 一 二 就尊重规则 因为运动员是一定要体育精神 他肯定不尊重规则 但是以他本身体能 加他的敏捷 加他的力量 加他的一切 抢个钥匙 弄个盘 那一瞬间都不用推你的东西 他直接就弄过来 国伟哥给我的当时 那种感觉就是 太男人了 真的 这就是真男人吧 这就是真男人吧